大家好,我是黑哥,从网上买的海兔回来了,今天做一个蒜苔炒海兔,这海兔不是那鲜海兔,需要拿清水泡上海兔,这鲜海兔就不需要这么泡了,没办法,那山西这边没海鲜,买回海鲜只能这么吃了,这海兔已经泡了一个多小时,我把它再处理一下,这个海兔里面有一个这个软骨,这个得把它揪掉,这个不能吃,这好多小栩栩都掉了, 这肯定是没那鲜的好吃,不管咋,就这也得把它处理干净 这海兔处理好了,我再切点炒海兔要用到的配料 韭菜,把它切成小豆,前面这家有点老,就不要了 大概有个这个海兔长短就行了,这回买的这个海兔特别的小,我估计都是宝宝 再切点姜蒜 姜切成姜片,蒜切成蒜链 起锅烧油,锅中放几个干辣椒,还有花椒,把它们煸出香味 油凉的时候放,油热一放就炸好了,煸出香味以后,倒入姜片和蒜粒,一起爆香 同样爆香味,倒入摘好的海兔 大火爆炒 海兔本来就不大,要再炒一下,估计更小了 我这炒了两袋,一袋二百克 哎呀,这只有两不辣出锅了,这得把黑客心弄死 加上一点小米酒,压腥 没小米酒的也能加高度白酒啊,它主要起个压腥的作用 这个小海鲜它都有一点点腥味 现在来点东湖一瓶鲜 瓶鲜 再来点蚝油 一小勺鲜盐 再来一勺 再来一勺白糖,中和口感 把各种调料炒匀 这个小海鲜它做法都一般比较简单 过程都不怎么不咋 吃的就是一个鲜味 最后倒入切好的韭菜 没有韭菜的也可以放韭菜 都是特别的鲜 和海鲜特别搭 但是现在的韭菜比韭菜好吃 所以可以和选韭菜 再这么简单不辣一两分钟 这个韭菜断生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海鲜里面有那个沫 炒得它发黑,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不影响口感 这好歹肚子里肚子里有点沫水 吃点这沫也没关系 上家说这个沫可以吃 好了,韭菜也断生了 关火,出锅 夏季时令小海鲜 韭菜炒海肚就做好了 吃上一口啊,是特别的有嚼劲 而且特别的鲜 和鱿鱼的味道差不多 但是这个海鲜不吃鱿鱼 反正这海里的东西黑哥一概不拒绝 绝对是个下酒小子 豆包,你别抢啊 咪咪,咪咪吃了 咪咪老吃不着鞭子好的 猫咪呀都不吃,咪咪 这豆包就没有不吃的东西 哎呀,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